周四 根据加州州长办公室在其网站上提供的最新消息 除旧金山 圣马雕两个县外 湾区其他七个县都在加州的新官观察名单上 列入观察名单意味着这些县必须遵守更多防疫限制 例如禁止室内用餐 电影院 体育馆 宗教场所和保龄球馆等必须关闭 但是户外用餐和户外体验可以保持开放 目前旧金山市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 该市本周宣布将继续禁止室内餐厅用餐 以及关闭需要与顾客密切联系的商家 据悉过去两周中 加州报告了11万4000例新冠病毒新病例超过1100例新增死亡病例 数据显示 周二加州确诊病例11142例 创下了单日最多确诊新冠病例的新记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